就是說中國這邊 在施壓 施壓什麼 施壓說他們這些大型的雲端企業公司 你不要再買輝達的H20了 你要怎麼樣 買國產的 那買國產的怎麼樣 買國產的當然就出現 我們的半導體的產業 甚至什麼 甚至就是衝擊一下 衝擊 就是減緩一些美中對抗的衝擊 但是只有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因為像美國不賣給中國高端晶片 中國說叫他們的企業 不要再買NVIDIA的晶片 對 沒錯 就是 那他們自己有辦法嗎 娟姐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自己有辦法做出來了 因為你看這個新聞 美國進中國已經進很長一段時間 對不對 華為出了一款更新的叫做什麼 深騰910C 這款晶片厲害了 根據測試 這個深騰910C的效能怎麼樣 這個效能相當於H100 娟姐 這個H100 我們現在 那就比NVIDIA出到中國的特工版H20 還要來得好 沒錯 H100基本上就是現在什麼廣達 偽創這些 他們現在在推的機種 那當然下一個世代是V100 V200這邊對不對 從之前第三季要出 延到第四季 現在又說第四季的12月才要出 他已經延了好久了 你知道嗎 現在又說12月如果沒出的話 我延到明年第一季 也就是現在的主流規格 就是H1表的部分 那H1的部分 那你現在出給中國 是不是都降規版 比如說H20 甚至說接下來要出那個V20的部分 你V20的效能 還是比H100還要低喔 所以如果這一款基本上這已經怎麼樣 在做那個做測試的 做測試其實測試效果還不錯 因為怎麼樣 因為已經傳出說首波訂單是7萬片 這個價值是 金額是差不多21美金 為什麼要拒殺台積 而且還拒殺聯發科這樣的股票 基本上台積電會跌 主要是跟那個輝達這邊有關係 那禮拜五輝達跟台電都跌嘛 那主要就是傳出什麼 傳出說中國這邊在施壓 施壓什麼 施壓說他們這些大型的雲端切公司 你不要再買輝達的H20你要怎麼樣 買國產的 那買國產的怎麼樣 買國產的當然就出現我們的半導體的產業 甚至什麼 甚至就是衝擊一下 衝擊就是減緩一些美中對抗的衝擊 但是只有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因為像美國不賣給中國高端晶片 中國說叫他們的企業不要再買 NVIDIA的晶片 對沒錯 就是 那他們自己有辦法嗎 他們做不出來 菁姐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自己有辦法做出來了 因為你看這個新聞 美國進中國已經進很長一段時間對不對 中國這邊 現在是換中國政府自己施壓 施壓他們的企業說 你不要去買輝達的AI晶片 那你叫這些企業怎麼辦呢 因為之前弄不出來 之前就是什麼深騰的910B 對不對 深騰910B的效能差不多等於什麼 差不多等於A100這樣子而已 差不多跟H20差不多 但是現在他們有 華為出了一款更新的叫做什麼 深騰910C 這款晶片厲害了 根據測試這個深騰910C的效能怎麼樣 這個效能相當於H100 菁姐 這個H100 我們現在 那就比NVIDIA出到中國的特工版H20 還要來得好 沒錯 H100基本上就是現在什麼廣達 偽創這些 他們現在推的機種 那當然下一個世代是V100 V200怎麼樣對不對 從之前第三季要出延到第四季 現在又說第四季的12月才要出 他已經延了好久了你知道嗎 現在又說12月如果沒出的話 我延到明年第一季 也就是現在的主流規格 就是H1表的部分 那H1的部分 那你現在出給中國 是不是都降規版 你說H20 甚至說接下來要出那個V20的部分 你V20的效能 還是比H100還要低 所以如果這一款 基本上這已經怎麼樣 在做那個做測試的 做測試 其實測試效果還不錯 因為怎麼樣 因為已經傳出說 首波訂單是7萬片 這個價值是 金額是差不多21美金 也就是說什麼 如果說我中國有出一款H100 可以取代你現在揮達賣給中國的所有金幣的話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看了揮達現在在中國市占率 從之前的20 我們來看一下揮達在中國的市占率 之前是20 所以一旦中國 也希望他們的中企 不要買NVIDIA之後呢 即便你揮達出特工版 人家也不一定要買單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揮達在中國的營修占比 那我們來看到 從20一直降到12 2024年 現在已經差不多是在20%左右 對 那麼預估未來可能還會再降 所以揮達在美國股市的股價也是跌的 對 沒錯 那麼受害的不是只有揮達 因為我們台積電跟揮達是連體因 對啊 所以我們台積電因此 對 也就是如果說這個金片是OK的話 他可能後面那個十幾%都會掉 那都會掉的話那怎麼辦 因為現在中國的部分 而且你知道我們的ADR在美國的費半30支成分股裡頭 跌幅之冠 大跌了將近5個百分跌 跌得比NVIDIA還要來得久 對 那你外資看到台電在跌 那又看到這個新聞 又看到說揮達這個部分 如果說他們的那個深騰910C 如果說真的有辦法取代他們現在的降規版的話 這個12%可能到後都會掉 而且呢 而且中國現在請國家的力量 比如說像他們的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 現在又入股一家什麼 入股一家叫做漢博半導體 這漢博半導體在幹什麼的 菁姐我們現在如果說以中國來講 因為我們台灣的漢語博德有關嗎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名剩下而已 名剩下而已 漢博半導體 那因為你現在就中國的伺服器的部分 如果就是那個人工生的部分 一半是H20 一半是什麼 一半就是910B 如果說我要全部把那個輝達這邊 全部吃下來的話 那其實這兩個 因為他們現在是兩個系統 為什麼兩個系統 因為其實就系統 晶片他們是那個 那個編碼是不太一樣的 是 你不需要怎麼樣 你如果說你取代他的話 我必須要融合他對不對 就要相容 對 就是要相容 相容漢博半導體在做什麼的 你去官網看的話 當然第一個 他跟你說我做高JGPU 然後我是2018年12月成立 但是其實他重點不是在這個東西 重點是他就是在做什麼 做芯片融合的這部分 叫做新核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什麼 我如果說要把你全部取代的話 那我的程式的叫商榮是個問題 像是個問題的話 我必須要什麼 我就要有特殊的半導體 比如說像漢博半導體 或者說像個中國移動的部分 去幫他們做這個東西 他就是做這個的 所以中國現在怎麼樣 我第一個 我可以自己做出晶片 那可以做晶片 我要把你這個四散全部吃掉 那把你四散全部吃掉的話 我知道晶片那個程式碼是 目前來說不相容的 我軟體也有辦法去進行融合 我的硬體又出現了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那軟硬結合之後 就不一定要買你NVIDIA的 所以就是什麼 所以就是美國封鎖中國 就這個部分 他封鎖那麼久 他也讓他自己搞起來 所以現在怎麼樣現在就是 就這部分其實沒有封鎖住 沒有封鎖住怎麼辦 沒有封鎖住就是 就像你看到的 股票市場 他就先領先反應 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想問 到底這一波的雅股下跌風暴 還會再跌嗎 認為還會再跌的 請給插 請舉牌 還會再跌嗎 跌完了沒有 來我們來看到 有一票在中間 一票給圈 至少還敢給圈 真的是非常勇敢 來有兩票差 我先來問昌信的看法 還會再跌 我覺得現在比較像是日元強勢 因為日元只要強勢 不會像上次那個一千八百點 那樣了吧 這個應該是說 美國不能夠今天晚上再大跌 也就是說 如果亞洲跌 美國又跌 那就變連環跌 但是如果今天美國是開機走高 就有機會停下來 但是我認為這個時候 還是要保守一些 先以進為退 來看看 好 那會跌到哪裡 我們先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呢 來 我們看大盤 來 今天這根黑K棒 長黑K棒 灌破了 好不容易努力了半天 終於突破的季線 對 那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季線 前波一次攻 可是大家知道 其實廢半也是這樣 攻到季線上下 就開始往下攻 往下回檔了 所以上個禮拜五 廢半是先跌的 那台股現在就跟著跌 那亞股也跟著跌 所以我認為回檔就是看 這個所謂的月線 就在21750 21750看看能不能撐住 這是廢半對不對 廢半上個禮拜就是跌了 所以這邊我認為 這邊的盤面上 如果日元繼續升值 亞洲市場的貨幣 持續的流出的話 那短線來說就會比較有 那你建議這時候 先做部分調節解碼嗎 我個人是這樣看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跟科技相關 半導體相關的 可能要稍微做解碼的動作 半導體要嗎 對 可是如果是中鈣 所以說傳產的 其實這時候反而是 逆勢應該要加滿的 好 另外一票查是蔡總 來 對 我覺得會在大盤 會在回補之前的一個缺口 兩萬兩千點 以今天的收盤的話 可能短線還有一個 兩三百點 那假如把兩萬兩千的缺口 全部都填滿的話 這個盤就糟糕 但是假如補一點 就立刻上去 就大致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因為這個禮拜美國一連串 又是一個關鍵 比如製造業的PMI 上次記得嗎 製造業PMI出來 股市不是極點 還有這個週末 美國的這個 揮龍就位報告 所以美國的股市 我認為這個禮拜的變數 是比較多 但是還好 所以大陸雖然說 大廠在明天它開始放假 不會再用入股來干擾我們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短線 可能還是要整理一下 好 來 音量剛加入我們的討論 你不知道他們舉圈還是差 太好了 我就問他 你認為這個盤會在跌嗎 你舉圈還是差 我覺得他有一點空間 因為台積電這樣 所以你舉差是不是 那我就舉差 舉差 好 來聽聽你的理由 因為台積電這個尾盤 這樣殺下來有點不太尋常 五分鐘那一盤殺十四塊 他把理論上來講 他9月20號缺口 如果是強勢格局 他應該補不到 但他今天這樣殺下來 他已經把那個缺口完全補掉 也破了季線 同樣破了季線 對 所以破季線情況 他或許還有些低點會出現 那台積電再往下灌的時候 他可能要測 起漲的第一個缺口位置點 就是那個位置點 如果再往下測的話 臺美股市可能還有三四百點的空間 三四百點 其實也很快 因為下一天就三百多點 所以可能一天就結束了 今天跌六百 所以你意思是說 如果像這樣跌 再跌一天就差不多了 因為今天盤中就跌三百多點了 剛剛瘦盤跌五九八 瘦盤跌五九五九多 但我說台積電再往下 大概跌三百多點 其實也很簡單 大概一天就可以解決掉了 但是我們現場有一票放中間 一票給圈 我來聽給圈的 因為我覺得 當然重點還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大概十月十七號 有法術 我認為不會太差了 因為大家估算說 他明年大概是 大概接近五十五塊 是外資的這個平均估法 所以以現在的本益比 大概落在十七倍 那我覺得說前一波 已經有很多人 台積電吃到虧了 因為賣到低 所以我覺得說 大概台積電這個位置點 我覺得有撐了 而且大盤大概 季線大概落在兩萬二左右 我覺得說這個拉回 基本上也是一個修正而已 但是我們的鄰居都在跌怎麼辦 日本 韓國 證據美國如果在今天晚上 也表現不妙的話 就個股來講 短線上我覺得可以貼近說 找一些中概的相關的股票 或者是比較傳產的股票 來做一些投資 放中間的謝總理 我說我應該是區間盤 來我們這邊每天都舉圈 突然就 所以你的中間是不是差的概念 其實叫我舉圈 因為你不能突然轉彎 不能突然間急轉彎 所以你稍微轉一點是不是 應該是我剛才 我看到台電稍微排 所以我覺得台電應該是 九百以下有撐 一千上不去 所以它變成一個區間 那台電一點就差不多 一塊就差不多八點 所以應該就是 一千點左右這麼震盪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部分來看 再下去可能就是三四百點 但是可能就一天而已 九百以下應該就停住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你也認為 下面空間 應該下面空間一點點 而且如果說要看的話 我覺得韓國基本上 不太主要看 看日本嘛 對 看日本都可以了 因為韓國 其實韓國現在不是說 被我們台電幹掉而已 如果說以現在四占的話 台電現在四占62%多 那個三星只有11%多而已 差那麼多 所以基本上沒贏 現在最主要的關鍵就是 日經要止疊 對 沒錯 關鍵是日股